各位读者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关注荣耀联盟网 作者读者面对面时间 现在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 沐浴成风达达 主持人好 电脑琴的各位好 达达平时耕文耕的 那么勤奋辛苦了 不过我还是想问一下 达达你还记得 大明湖畔的秋木萧萧夏吗 人间不差啊 人间不差 这篇下一根我快写完了 就这两天吧 说好的夜落又逢秋第八本 什么时候出啊 夜神最近还活着吗 她两个月没跟新传去了 女神秋看到我们 这些可怜的夜神粉 脚本我们年初就写完了 真是女大师马铁 你看 比我们两个出席多了 夜落吧 夜色 夜神特这个简单 寝想 荄 我走 夜実 喂 可处 马铁 火艮 醋 喂 木崇 快快来 你哥 醒了 苗 預告 醒了就好 别担心 我们都在 寄语援助 全职高手同仁 夜落又逢秋 第一期 欢迎收听 这 这简直是奇迹啊 快来做一个全面检查 我怎么觉得那群医生 看暮秋就像看外星人一样呢 哥哥能醒来 真的是太好了 令人的身体啊 没什么大碍 就是还比较虚弱 需要多加训练 想当年 你们还是两个孩子 现在都是二十多岁的成年人了 居然那八年如一日的 把人照顾得这么好 之后的复健过程啊 估计挺乐观 医生 复健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呀 那些啊 我都写在病历上面了 你们回去照做就好 谢谢医生 医生 我们先走了 好 路上小心 来 我们回家 回家了 七八年不见 变得这么了 以前那一天 几更的战斗力哪去了 行不行啊 叶修大大 这不如跟你保时同步呢吧 话说你这韬光养晦 也快十年功夫了 联盟上面一群小姑娘 哭着喊着求你更新 秋生意下如何呀 什么保持同步 懒就一个字 少给自己找借口 你当我第一天认识你呀 君莫笑的话 我还在想该怎么接 先别管那个了 秋生不打算发条微博 告诉你的粉丝们 我们秋生回来了 好啊 我回来了 欢迎回来了 欢迎回来了 手上 你们看 哥哥的微博一个多小时 就已经被迅速轮了三千多次 而且还只有一句话呀 我回来了 欢迎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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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神几个月不出现 一出现就如此的 我 我好像知道了什么 修神是谁呀 刚好在论坛发了伟科普链接 接好 这个链接是什么 你们快看 伟科普 都来拜见远古大神 来拜一拜那些年 秋木苏和一夜之秋 不得不说的故事 还远古大神呢 那明天就把他卖去博物馆好不好 去你的夜不休 我才没有这么老 哥哥 你们重点错了好吗 嗯 楼主都眼神好多年了 年两三年没路过串了 结果今天被秋神一条微博炸出来了 先说下楼主自己吧 楼主八九年前就在荣耀联盟看闻了 那时候 荣耀联盟才刚开不久 那时候每天最大的盼头 就是等秋神更新了 那时候在荣耀看闻的 就没几个不追秋神连载的 特别是 君墨孝 今天 看到那么多人问 秋木苏是谁 简直虐心 所以 不知道秋神是谁的新人们 都来听楼主讲讲 这两人以前的事儿来 夜神 其实在秋神出来的前后 也开始在荣耀上更图了 可是你们造吗 这两人从一开始 就是绑定啊 不过 再后来 秋神不知道为什么就停更了 而且什么征兆都没有 在之后上的时候 就看到专区公告改了 而且还是夜神改的 说秋神因为一些三次元的原因 没办法再上来荣耀 并且可能从此之后 都无法进行更新了 这个其实不是重点 重点是那时候 夜神的语气很不对劲好吗 当年我来回看了四五遍 还是不敢相信啊 平时那个剑得要命的夜神 去哪儿去了 结婚不结婚 我说夜秀 你老实交代问题 抗拒从宽 坦白从严呢 干嘛 手装算 了不起了对吧 这么多年我没盯着你 你给牧城敲了多少奇怪的音响 宋秋 你谋杀亲俗啊 牧城这么多年写的一直都是言情啊 我冤不冤爱我 那也不代表我现在不能转个型去写丹美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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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怎么掐起来了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他们呢 你去看看论坛里面 有几个砖下面是完全没有掐过的 不是不是 掐的是我们 嗯 你们简直丧病 夜神不就说了句欢迎回来吗 谁不知道夜神现在是木女神的 说的怎么好像夜神共事两夫 不对是两携手的样子 今年星三批 夜神共事两夫哦 夜神你怎么看 沐昌你就算嫁不出去也不能嫁这种人 不对 我家沐昌这么漂亮可爱纯洁善良怎么可能嫁不出去啊 死没空 啊 你们够了 对了 哥哥你的回归宣言好像我还没转对吧 怎么 你们等一下就知道了 哥哥你快写文 夜修也快画 别忘了夜落又逢秋八要赶C228呀 我已经尽到帮你应付粉丝的义务了哦 半年时间赶不赶得上啊 肯定可以 别小看我 卧槽 卧槽 我不过就是刷个微博 秋神欢迎回来 有你在我太开心了 夜神从此去就会给你了 默默 默默 这几年辛苦了 快到我闻里来 嗯 这种牧女神这几年都在代替秋神照顾夜神的奇事感 所有人都以为是现任的妹子 结果是男主角的小姑子 默默真是这男主角走过季有不在的孤独岁月 知道季有克服床床困难回到这里跟男主角重新相遇 我肥皂去看的时候你别骗我啊 啊 眼神跟微博了 只要扶居莫小同仁 千上万丁的神秘帅哥带人塑血 神秘帅哥 嗯 我靠 木桥 你吓死哥了 这么想我 想你妹啊 这么大人体模特 天天摆在家里 不画白不画 会有这么少 大哥 你睡了七八年呢 能有多少肉剩下 嗯 不过现在好像是胖了点 不错 没浪费食物 再接再厉啊 管管管 怕了这么多 老师说 你试见了我多少回啊 什么试见不试见 哥在你心中就这么猥琐 摸得不知道一天摸几次 你身上闪了几根毛 都知道好不好 还时间呢 不至于吗 我 累死我了 怎么 这么感动啊 既然这么感动 要不要一身相许啊 苏木秋大胆 我操 本来还觉得 真要说报答的话 那就算一身相许 都算是轻的 怎么一让这个人说出来 就感觉这么得寸进尺呢 哎 放完啊 可你脸皮还在不在 脸这种东西 要来干什么 又不能吃 叶不休你赢了 我是不是打开方式不对 叶神竟然一口气更新了这么多 叶罗又逢秋第九本 脚本担当 竟然是秋神 你行不行啊 这么忙 还急伤稿呢 睡不睡觉了 当然睡了 这不这么多年都过来了吗 没事 习惯了 我去 千机散八十集十二种形态 宋木秋啊 你是想逼死我是吧 你怎么还这么执念这个 都说了别急着画设定 每个月都这么多商稿 还非要帮我缴文 你要命不要啊 你光更新就够了 要是累着你啊 沐城还不得揍死我 交对什么的 我来就行了 再说摸鱼的时候 也可以画一下了 等你有时间再说 这个真不急 你别担心我了 这么晚了秋山快去休息 C28在S市 到时候我职餐 军播校也职餐 你敢说你不想去啊 你要是半年后还得体制 我们怎么敢让你去啊 这几年大小的展子 都是沐城一个人在忙 也就去年有了星星才好了点 可是 我还没回复平了 急什么呀 你看我从来就不回 一身轻松啊 得得得得得 我帮你回 行了吧 快点睡 明天送沐城去车站 岂不来我可不等你啊 嗯 今年年会也是两天 是啊 我做了好几个菜在冰箱里了 我回来的时候 厨房必须是完整的 没事了 我的水平你还信不过 一休我再说你 还有 别让哥哥进厨房啊 天无数呀 嗯 知道 我先走了 若然小心 苏妹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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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差这么远 云秀这你就不懂了 这段画风不同好吗 可是你不能运我跟苏妹子 画风不同齐手的这种画风好吗 怎么 叶搜又没了 他想玩失踪到什么时候 上回我在Q厂 再来P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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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不理我 玩大牌是吧 怎么会有这种人呢 太讨厌了苏妹子 你怎么忍得了他这么久的 有学手跑去找画手PK的吗 领域都不同 怎么PK啊 这个你就不懂了 不过也没关系 说到底只是 我跟他之间的丝绸 没错就是丝绸 谁叫他跑来 所大的丝绸 也有所大的手残的 手残你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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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四几万年不耕一次 都还好一次地说 我为他所大的手残 我一天十根啊 光自动捏死你啊 这个倒是实话 好了 少天 盘子都忘了拿 就跑这么远 还是所大好 真了解我 对了 牧城 秋母苏父出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 不是听说他出了什么事吗 嗯 他之前一直 算是生病吧 状态很不好 没办法割心 不过现在没关系 总算熬到头了 哦 夜神也可好 他好得很啊 他那种人 有什么好不好的 关心一下老苏倒是值得 像他这种没皮没脸的 根本没必要管 对了 对了 说起这个 这次4128夜秀去不去啊 这回还有两个本子参长 他还是不去啊 啊 君莫校 还是老苏的文对吧 那老苏去不去啊 这个 夜秀也只跟我说了 本子值餐来着 倒是没跟我提他自己 参不参 刚好 就算逃了年会 也逃不了电话不是 是 我们来现场连个线 喂 夜修 不成 哎 哥哥 哦 我手机发床上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哥哥 夜修呢 啊 是晃晃 夜修 沐山电话 嗯 找个门啊 夜修 你最近死了是吧是吧是吧 在吹招你怎么找多少次都不理我啊 等会真是找你P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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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好了啊 不准耍赖啊 我走不成啊 你虽然害我啊 这不是你的电话吧 哪来的活上天啊 你之前不是低调了很久了嘛 怎么突然接受下你出图法本啊 C228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啊 对了 说起来一定是因为老苏回来了 老苏回来了 你这么开心啊 你们两个老不尊怎么去你浓我浓啊 又跑上来新风作浪 唯老不尊也不是像你们这么唯老不尊的吧 我说老苏 你可别学了夜修 这伙就会在联盟里欺负可爱的新人 嘿咻 唯老不尊是吧 二十年啊 你七八年前没想搁欺负狗啊 今天联盟冠军归老苏了 有我在 你一天二十更都打不过老苏的我跟你讲 可靠 那是老苏厉害好吗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再说了 我又不是一个人来战斗 我还有索达的 索达的比你好多了 你好意思吗你 拿温州那个手餐给我饼 温州都要哭了好了 天天被自家携手抽筒点 有你这么对战友的吗 夜修你滚啊 索达的才不手餐呢 谁手餐了 你去压多手餐 对啊 我敌军手餐 妈蛋 不跟你说了 老苏在你旁边对吧叫老苏听 你们两个原来真是同居啊 要是收出去 论台里那帮妹子能疯掉啊 找你 沐秋啊 你别跟皇上听客气 我先躺会儿 喂 老苏 我去 你们两个还通常共枕啊 围观群群下里很大啊 我跟你说啊 苏妹子跟夜修处得这么暖也不容易啊 你别拎走了夜修就不管苏妹子了啊 这样子是 沐成是我妹妹 就算是你妹妹也不 哎 妹妹 我靠 你们一夹子要你 不管那又怎么样 反正我有所大了 我有夜修和沐成 所大会给我买能食啊 可好吃了 沐成读书好 会做家务 做的所有菜都很好吃 我发烧的时候 所大会背我上医院 我不在的时候 沐成会帮我照顾一下 混蛋老苏 谁会连妹妹在机油一起晒打 不公平啊 卧槽 哥哥 你们两个能不能不比这个啊 他们问你们到时候去不去C228呢 C228 C228你去不去啊 你想去的话我就去啊 行 我知道了 你们继续睡吧 卧槽 继续睡吧算什么啊 苏妹子 连你也已经如此縱容他们了吗 哎 如果你也从十三四岁开始 就看着跟自己住在一起的人 秀恩爱的话 所以你明白我 我为什么不会想烧掉你和你家所大大了吗 这么晚了 少天 我们回去休息吧 啊 大家也早点去休息啊 晚安 明天见 嗯 我们先去坐坐 好啊 来 我 EST嬉 我们去坐吧 湛姐 她不在哪里 我们去跳 我们去买人 她忍不错 我们去吧 也是 幸好我爷休在了 是啊 这么多年幸好有他在 他们 都是我的哥哥 我最好的哥哥 怪不得之前 那么多人把你和叶神凑一段 你们关系真好 哎 睦睦 所以 其实是一对的 真是你哥和叶神 这不明摆着 哎 你不显言情的吗 我还觉得 你不会那么容易接受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 他们到底有没有进展到恋爱这一步了 他们从很久以前到现在 都是这么一副惹人烧的样子 说不定早就背着我表过白了 好了 不说这些了 早点休息吧 明天我还要面对一大波编辑主编呢 也休死宅男 真是辛苦你了 一夜之秋 这次延会为什么又不来 我就是不来 你们都必须来咬我呀 哎 等会儿 让我看看啊 嗯 不是这里 在上面 啊 对对对 就是这里 哎 这段你怎么想的啊 对话里面直接像面部特写 嗯 我觉得不一定这样 你可以只画手或者只画背影 他们这样正面对侧面做什么 你可以从他们之间这个位置给尽头 嗯 没错 我是在帮你偷懒 感谢我吧 我什么水平啊 用得着偷懒 哎 木秋 嗯 过来点儿 对 就这样 干嘛 耍流氓 太急了 就耍流氓了 怎么着 这么多年没耍过了 还不 行不行啊 苏大胆 又不是没耍过这本 还笑场呢 这 这不是七八年了 嘴生吗 嘴生是吧 赶紧搁这几年 跟你真情告白了这么多次 你完全不知道啊 伤心啊 我靠 叶秀 你从这招来 你偷情了我多少次 你猜 好 得跟你说了 我趁衙回来了 做饭去 说起来上车之前 就已经给家里发了短信 这两人应该能记得 多做一份晚饭吧 我回 来了 我先说明啊 我进厨房 是由苏木秋同志 全程在场亲自监督的 要骂你骂他 别骂我啊 我靠 可惜我体力之位嘛 没办法一勺子 把这人乱出去 行啊 行了行了你们都出去 叶宇大大昨天蓝桥何处 布角色八更 叶神居然还好意思 在叶宇大大专句留言 说你别挣扎了 放弃吧 有这么不要脸的吗 快来人啊 组个百万他就干死那个叶不休 干死那个叶不休 嘿嘿嘿 你家粉简直粉得跟黑一样 还真是有怎样的大大 就有怎样的粉呢 叶神 你怎么看呢 哟 你这寒山摄影谁呢 你说摄的谁啊 对自己就这么有信心啊 干死那个叶不休啊 谁干谁还不一定呢 你又怎么看啊 苏大大 哥哥你们节制点行不行 再这么下去 同日晚都赶不上你们的进度了 你们知道吗 你们都给我早点睡啊 明天早起半年货 要是起不来我就一个人去 不等你们了 马上睡 马上睡 果然这春节 还是要三个人一起过在这里完整 这家店我想要好久了 你是不是累了 嗯 是不是累了 还好 不累 行了吧 看你那脸都虚成什么样了 还不累 一到逛街这个环节 女孩子的战斗力真的是太强大了 哥哥也累了 东西太多了我拿点 这么快就逛了 终于良心发现了 我好感觉 看你们随废的样子我也不想逛了 还不如早点回家呢 回去不许立马进房间 先把春莲贴了 啊 哎 哎 牧肠 让我来贴 还没贴过春莲呢我 牧兄你行不行啊 要不要搁在你后面 给你当护垫啊 臭 你烟饭想吃什么 还是到外面吃 这外面做的再好吃 也没有牧肠做的好吃 看我都帮你说了啊 牧兄 你搞点新一次行不行 外面做的再好吃 也没有牧肠做的好吃 也行 你别以为扯上我 就能掩盖你媚控属性 正不正 好像太里面了点啊 哎呀 行行行 呃 好像比右边高了点 太低了 动作别那么大嘛 高一点 高一点 嗯 好像又太高了 那在 哎呦 你有完没完 行了行了 这样挺好 哎 福字呢 这怎么是个红双鞋啊 我记得那时候有拿的呀 我拿错了 不知道呢 嗯 会不会是装袋子的时候弄混了 没关系啊 照样天 年年都福字烦不烦啊 我们要有创新 双喜临门嘛 哪双喜 木秋醒了 芝末小复庚 那就这样贴吧 我去准备年月饭了 我状态良好 完全可以做主厨啊 不成 我去做吧 哥哥你就别争了 这回好好见识一下我的厨艺怎么样 看看我继承了你多少的风格 好吧 那我给你打下手 要不要我也来帮忙 叶修 你在外面待着 不许进厨房 不进就不进 来来来吃饭喽 叶修你别干坐着 快去帮忙端菜 不是不让我进厨房的 今年叶修没来吗 她大概忙着呢吧 我看她QQ签名 改成混蛋哥哥快回家了 老板娘呢 今年也一个人 好像不是 今年柔柔不回家 应该跟她一起过吧 老板娘 就是星星的社长 微博竹烟霞那个 现在叶修的全部各置 都是她所带的 其实也不算带离 其实也不算带离 叶修也是星星的人嘛 算主催 是主催 虽然做的事 大概比主催还要多点 总之可以说是我衣食父母 改天带你们过去认识认识 好啊 趁着今年还没过完 到明年我就不说这个了 这么多年 辛苦你了 谢谢你 能一直陪着牧城 矫情不矫情你 不过以后是我们俩一起陪着她 还有 新年快乐 看那个 好漂亮 今年也要跟哥哥和叶修在一起 牧城最乖啦 最喜欢牧城啦 幼稚不幼稚 今年也继续花更多的话 一起加油 走 好敷衍的愿望啊 叶修你没说实话 没听说过愿望说出来就不停的嘛 笨 你说谁笨呢 我去拿烟火 待会儿罚你点火 还能一直在一起 还能一起过很多很多这样的时间 还能与你们一起走过以后漫长的时光 真的太好了 真的太好了 干嘛呢叶修大大 嗯 其实我也挺谢谢你的 谢谢你能请 还说我矫情呢 怎么 你也换画风了 因为 我喜欢你 这是告白吗 还是开玩笑呢 可是如果是告白的话 情都经过多少次了 现在才来一发告白 是不是有哪里不对啊 话说回来 用这种理所当然 我知道你懂的语气说出来 又是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回事啊 你这样每天都很快 还要回答 你营找我 你算是什么 你对的 小的离别 兜兜转转 孤身又走了何其远 当时的你 竟在眼前远在天边 期盼失落 孤单喜悦 柔作一团融入世界 我们曾经许下的誓言 追逐梦想的少年 要一路通行却不说再见 摇坏揣着无谓的热血 携手在荣耀指点 转眼你却先行道别 我也曾在漫漫长夜中 猛然迷茫过 这条荆棘冲伸的路 何时才打终点 肩上浮了尘埃 发尖染血双血 不知从何处 涌上心头的疲倦 眼前却浮现 当时你那温柔的笑颜 那年求你我工作 在梧桐落叶之间 你说岁月还长 你说终点岁月 为梦想值得一一身去追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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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曾经许下的誓言 追逐梦想的少年 要一路同行 却不说再见 要怀揣着无谓的热血 失守在荣耀之殿 并肩看着山下风月 我们曾经在道路的冲突突然分别 多少爱与遗憾不及说出遍风行间 但就如你所言 与生很长很远 我将虚心于前方带和你再见 我们曾经在道路的冲突突然分别 多少爱与遗憾不及说出遍风行间 我在原地守候直至那场秋风负面 你笑着看着我 夜落又风秋节 我曾经在道路的冲突突然分别